OK所以剛剛都算是 OK所以剛剛都算是開心玩然後隨便測試 OK所以剛剛都是連續寫入跟連續讀取 所以剛剛都是連續寫入跟連續讀取就是玩開心的 那現在就真的是 傳輸你平常會傳輸的檔案 就是有各種各種的小檔案 我們就來看看我們現在有一個專案 現在有 這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裡面有 這個資料夾裡面有868GB的檔案有1204個影像 就是有照片影片各種奇怪的檔案 都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個電腦裡面的資料 直接複製到我們的硬碟盒看看到底速度怎麼樣呢 來個 複製 切上 齁齁 有稍微慢一點點 到了400Mbps 400Mbps還是 還是比原本那個80Mbps快的 非常非常多啦 算是 這樣子應該算是 5倍 4到5倍的速度 這樣子 這樣子應該看起來 這樣子應該是比我們舊的 這樣子的組合應該是比 這樣的組合比我們舊的硬碟大概 快了 4到5倍啦 4到5倍的速度 啊哈哈